大家好,今天我們會講書本的第30頁 第30頁有一首歌,就是這一首 跟之前在這課學學的樂曲都一樣 都是以二拍二作為拍子 第一個二就代表一小節有兩拍,第二個二就是二分音符 由以下我們第一個,就是頭兩個音,都是一個pick up note 的音 我們叫第二拍入,不是第一拍 所以你會看到C字線是寫在這裡,轉到沒有的 你會看到這首歌的最後一個小節 你會發現它只剩下一拍,就是1N 那2N在哪呢,就是前面這裡用了 所以加上其實這小節都是有兩拍,是1N,2N 這首歌其實都很熟悉的,很多時候都會聽過 如果有興趣的話,你可以上YouTube 打個歌名,作曲家的名字 你會找到很多版本來唱出來的 那學音樂或者學樂器都挺好的 現在播放影片呢,YouTube的條文都很多免費的參考資料 聽多一點呢,對大家都是有幫助 也對這首歌的感覺呢,有時候都可以拿得比較準確一點 或者不同的演繹的時候,你都可以在當中 學習到欣賞不同歌的演繹的強弱和唱點的分別 好,那我先說一次給大家聽一下 我們會數1N,2N,1N,2N,2N 歌唱成功 大家看到旋律都很简单 都重复了旋律 由于它是属于帕尔 你发觉某些小节里的吹奏方法 就像一些切分音 又或者是一些四分三的弧点的奏法 比如这里 第一行这两个小节 你数四拍的话就会数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但是当你数二拍二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了 记住我们说过 我们数拍四的时候 一拍就多一个B 1 and 2 and 1 and 2 and 或者1,2,3,4 你想像一个B是这样的 有downbeat有upbeat 有时候放在那些乐曲里面 或者复杂的旋律里面的时候 你可能会比较掌握清楚 它们的比例 长点的比例 这个也是的 你可以当二拍 二的试试或者试试 两拍 即是只有两个feel 1 and 2 and 就只有两个feel 那怎么放在那里呢 就是这样 大家看着箭嘴 1 and 2 and 你看 so far way so far way 是不是好像一个切分音 就是这样的节奏 这样的节奏 这个第一个可以留意 第二个就是这些 我们叫做 Dr.Nooks 这样看来 如果是四拍四的话 你觉得这个是一拍半加半拍 但是现在变成二拍二的话 其实它是变成四分三拍 加四分一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看看有个V的话 如果四拍四的话 就是1 and 2 and 3 and 4 and 是不是这样 so far 再来说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这个是一拍半的 但是如果当是二拍二的话 一小就只有两拍 就变成一拍 1 and 2 and 1 and 2 and 这样就清楚一点 1 and 2 and 那个1 and 1一拍就是四分三 所以 所以说两个时候 都是那种 啃一啃的节奏 我们有点解释的感觉 好 小说讲解了 这些比较简单的拍子 变成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看来也不是六拍 但是二拍二数的时候 其实只有三拍而已 好吗 我试试又吹多次给大家听 我们也可以跟着吹 我们分了两段 因为那些旋律 其实分了两段 我停下来 让大家可以容易去念 好吗 我由这里一开始的时候 吹一次 1 and 2 and 1 and 先停下来 先练了这一节 然后在下面 1 and 2 and 1 and 1 and 2 and 1 and 1 and 1 and Horn 1 and 2 and 2 and 2 and 1 and 有關音的奏法,還有這個符點,這裡也有一個我們叫做拍叛叛拍的比例的練習 大家都留意啦,那我們就下次見啦,拜拜!